2. 寿命无常 4. 思为内情众生而修无常 3. 思为殊胜正事而修无常 4. 思为世间尊主而修无常 5. 思为各种寓意而修无常 6. 思为死缘无定而修无常 7. 思为猛力需求而修无常 1. 思为外气世界而修无常 由众生共同福德所形成 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四大洲 须弥山、天界以及铁围山等外气世界 虽然存留时间可长达数节 但它们也是无常的 最终必定将因七火一水而毁于一旦 具体来说 在此大劫毁灭之时 内情众生由下而上逐渐化为乌有 到第一禅天以下所有众生无一存留 在此之后 天空中依次出现七个太阳 第一个太阳出现而烧尽一切树木园林 第二个太阳出现 使得一切溪流迟早 无余干涸 第三个太阳出现 使一切大江河水全部干涸 第四个太阳 使得无热闹大海也滴水不剩 第五个太阳出现时 外界深达一百游巡的大海之水 荡然无存 随后逐渐干涸到两百游巡 七百游巡 一千一万 直至八万游巡深度 剩下的水又从游巡文具开始 到最后连提应许的水也干涸无余 第六个太阳的出现 焚毁大地雪山 第七个太阳出现时 须民山四大洲八小洲七金山及铁围山全部烧成一片火焰 火焰盘旋向下炽热到极点 焰进一切地狱之处 火蛇又直冲上方烧燃凡天所有空空荡荡的无量宫殿 此时此刻 光明天的小天子们惊慌失措的大呼小叫道 如此大火燃烧起来了 老天子们安慰他们说 这样的大火以前也是烧到凡天以后就无影无踪了 不要惊慌 莫要害怕 就这样 经过七次大火之后 二产天便形成了水云层 紧接着恶目箭矢般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光明天以下犹如盐融入水般毁灭消失 经过了七火溢水毁灭结束之后 下击的十字处金刚风向上翻滚 三禅天以下犹如风卷尘埃般的灭绝一空 这样 容纳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一百巨之术的四大洲 须弥山及天界全部同时灭亡 最后 万事万物变成一大虚空 既然大千世界也有变成空无一物的时刻 那么我们如蚯蚓一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恒常稳固的呢 对于上述的道理 我们要认真思维 诚心实修 丁二 思维内情众生而修无常 上至有顶下到地狱底层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的 如解忧疏云 地上或天间 有生然不死 此事如起见 起闻或生疑 意思是说 有生必然有死 从善去天界以下 有生而不死的事情 可以说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也绝不会有 到底死还是不死 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 尤其是我们生在寿命不定的南瞻部州 有时逢末世 死亡很快就会临头 实际上 自从出生的那一天起 我们便一步一步地向死亡靠近 人的寿命从来不会增加而只有减少 而且死魔犹如夕阳西下的阴影般 片刻不停地越来越向我们逼近 在何时何地死去 原本就无法确定 谁也不能肯定 明天或今晚 甚至仅仅现在呼吸间 不会命归皇权 如因缘品云 明日死谁知 今日当今尽 彼此主大君 岂是如亲戚 又如护主龙树说 寿命害多 其无常 犹如水泡为风吹 呼气 吸气 沉睡中 能得觉醒 即吸气 这其中的意思是说 人们处于安然的沉睡中 平缓地向内吸气 向外呼气 可是也不敢肯定 在这期间就不会死亡 对于在睡眠期间没有死去 而能安然醒来 也应当看成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 现在我们这些人 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死 但因为相续中 没有生起死期不定的观念 以至于实时执着 常有的生计 在患得患失中 虚度人生 正当我们沉沉沉于 辛辛苦苦追求今生的 安乐幸福名誉之时 死主研磨很可能手持黑锁 紧咬牙关 獠牙壁露 突然来到我们面前 到那时 纵然拥有英勇的军队 强大的势力 丰富的财产 智者的变才 美女的身色 奔驰的良居 也都无济于事 即便钻进一个 无戏可成的铁箱子里 外面有数十万勇士 手持锋利的冰刃 剑毛的尖端 只向外面围绕保护着 也丝毫守护不了 遮挡不住 当死主研磨将黑锁 套在他的脖子上时 他只能是面色铁青 泪眼汪汪 无体僵硬的 被带到后世的大道中 此时此刻 永世无法救护 大德不能吩咐 饮食无法引诱 无处可逃 无处可躲 无依无护 无倾无助 无忌可施 也无有任何尊者的大悲 所能庇护 哪怕是药师佛亲自降临 也无法延缓寿命已尽的死亡 因此 我们切切不可懒惰懈怠 一拖再拖 而应诚心修持临终时 决定有益的殊胜正法 丁三 思维殊胜正事 而修无常 在此衔接中 以往出世的圣观佛 宝济佛等七佛 及其不可思议的声文 原诀 阿罗汉 众眷属 虽然曾经以三乘佛法 利益无量无数的 所化众生 可是 如今只剩下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除此以外 诸佛都已趋入涅槃 他们的教法 也依次隐没 在现今的这一教法中 尽管各大声文 及其五百阿罗汉 眷属众 也曾纷纷现身于世 但他们同样都依次 于法界中 屈入五余涅槃 此外 在印度圣地 曾经出世过 具足地道功德 众多神通 无碍神变 结极经教的 五百阿罗汉 及二圣六庄严 八十大成就者等等 然而如今 已无一人在世 仅有记载 他们出世情况的 传记 留在人间 在藏地学域 乌金第二大佛陀 广传成熟解脱法轮时 出世了君臣 二十五大成就者 耶瓦八十大成就者等 之后又涌现了 旧派宁马巴的 索素鲁三师 新派的马尔弥塔三师 等不可思议的智者 及成就者 他们大多数都已经 挣得成就果位 可以自由自在地 驾驭四大 视线有时变为无时 无时变为有时等 离奇之神变 火不能焚 水不能溺 土不能亚 不堕险地 完全远离了四大的损害 例如 米拉日巴尊者 在尼泊尔的 尼祥 嘎达亚山洞中 近雨而住 当时 来了许多猎人 他们问 你是人 还是鬼 尊者 一言不发 一直端坐着 凝视虚空 于是乎 这些猎人 开始向尊者 放射大量的毒箭 然而都没有能够射中 接着 他们又将尊者 拖到水中 丢下深渊 可是尊者 却纵身向上 依然返回到原地 安坐 最后 猎人们在尊者的身上 堆积木柴点火 火却怎样也烧不起来 尽管曾经出示 这样的大成就者 尾时不乏其数 但最终 他们都显示了 无常的本性 现在仅有传记留存而已 我们这些人 以往昔恶业为因 被恶元之风所吹 由恶劣习气相连 心相续依靠四大甲合的 不敬肉身 无法确定 这一虚假的身体 与何时何地毁灭 因此 从现在起 三门应当策立 行善修福 一边这样观想 一边修行 丁四 思维世间尊主 而修无常 寿达数捷 威德圆满的诸位天神和仙人 也不能摆脱死亡 诸如凡天 地势天 便入天 大自在天等世间尊主 可谓万寿无疆 他们可以驻留数捷 伟岸身躯 高达一游巡 及一文句 其身所拥有的光彩 甚至比日月更胜一筹 可是 他们也同样 免不了一死 公德藏中说 梵帝自在转伦亡 无法摆脱死主魔 再者 具足五种神通的天人及仙人 虽然依靠神变的威力 可逍遥自在畅行空中 但是到了最后 他们也无法逾越死亡的命运 解忧疏云 大仙俱武通 能行于虚空 然而却不能溢于无死处 在这个人类世界也是一样 财富力强高居于首的所有转伦王 以及印度圣地的众敬王 沿袭下来的统治南瞻布州不可思议的君主 还有三巴拉王和三十七赞扎王等印度东西方地位显赫 财产丰厚 为数不少的国王 虽然曾经纷纷降临于世 可是如今都已成了辉煌的历史 在西藏学域 自从除盖障菩萨的化身国王 聂赤赞普以来 已出世了天作七王 地贤六王 中德八王 初赞武王 幸福七十三代 极乐五代等 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观音菩萨的化身法王松赞干部 在世期间 依靠幻化的军队 征服了上至尼泊尔 下至中国的大片领域 文殊菩萨的化身天子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 也统下了南瞻布州三分之二的领地 法王炽热巴金时期 在印度恒河岸边树立起一块铁杯 作为印度与西藏界线的标志 而且他也收服了印度 中国 格萨 达苏 等许多国家作为附属国 从此之后 每逢新年宴会 各国使臣需要在同一天内聚会拉萨城 举行献礼进贡等等仪式 尽管他们曾经拥有如此威力 然而现在这些也都成了历史记载 除此之外 无有任何留存下来 如果思维上述的道理 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住房 受用 眷属 权势等 自以为是何等何等的优越 但与以上诸位先贤比较起来 简直就成了风潮一样 这样的世间欲妙 又有什么恒常性 稳固性可言呢 我们应当深思并观修以上的道理 丁五 思维各种寓意而修无常 总体来思维节的增减 也同样是无常千变的性质 在往昔初节时 空中本无日月 所有的人都是凭借自身的光芒照明 依靠神变行走空中 身体高达树有寻 以甘露为实 幸福美满 可与天人相媲美 然而 由于众生的烦恼和不善业所致 使得人们各种福报 日趋直下 以至于变成了如今这种状况 现今的人们 烦恼越来越粗重 由此势必导致福德越来越减弱 寿命越来越短暂 最后到了人寿十岁时 各种极易节 战争节 激进节 圣极易时 南瞻不周的众生 几乎濒临灭绝 到那时 弥勒菩萨所视线的化身 将为剩下的人们 传扬断除杀生的妙法 此时 人类的身高到了一轴左右 人寿增长到二十岁 而后 逐渐递增 到了人寿八万岁时 护主弥勒出世 视线成佛 转大法轮 这样 往返增减 满十八次以后 人类的寿命 达到无量岁时 圣解佛出世 此佛注视寿量 是前面 贤节千佛寿量的总数 饶意众生的事业 也等同于 千佛事业的总和 到了最后 这一贤节 也杳无踪影 所以 观察节之增减 也不离无常的本性 分别观察四季变迁 也是无常的 夏季 所有草地 一片清脆 雨水 犹如甘露般普降 人们 也尽情享受 舒心悦意的美景 五颜六色的鲜花 蒸奇斗艳 绚丽多彩 真好似天境一般 秋季 瑟瑟的冷风 将绿叶变成黄色 所有的花草 也渐渐枯萎凋零 到了冬季 地冻如石 滴水成冰 寒风凛冽 就算是经过许多马路 寻觅 也找不到夏季生长的一朵鲜花 如此 春去秋来 寒来熟往 秋季 冬季 春季等 依次出现 前前季节的一切显现 都会变成另一番情形 这些是我们 有目共睹的 无常实力 同样 如果思量 昨天和今天 今天早晨和今天晚上 今年和明年 时时刻刻都在千变之中 所以说 无论何事何物 都没有恒常 可信 稳固的 特别是我们 在自己所住的城市 村落 寺庙等之中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前财产丰厚 兴旺发达之人 现今也有沦落衰败 甚至家破人亡的现象 昔日穷困潦倒 势单力薄之人 如今变得财运亨通 势力雄厚 这些现象 都离不开 无常的本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人 也是如此 历代宗亲 祖辈 父辈 全部相继过世 现在只剩下 他们的名字而已 自己同辈的兄弟 姊妹等 也有许多 已经离开人世 时过境迁 此时此刻 我们全然不知 他们转生在何处 许多人前些年 才是圆满 犹如人间之庄严 可是今年 却只有名字 留在人世 现在有钱 有事 众人羡慕的富豪 明年的此时 或下个月 还在不在世 谁也不知道 乃至观察观察 自家牲口圈里的 牛羊狗等 以前已死去多少 现在又剩下多少 这一切 最终又变成了什么样 都不超出 无偿本性 百年以前 在世的人们 如今没有一个 未死 而遗留下来的 现今 南沾部州的 所有人 在百年之内 也会 一个不胜的 全部死亡 所以 内外弃情所舍的 万法当中 恒常兼顾的 一世一物 也不存在 可以概括为 生计必死 积计必尽 何久必分 堆计必倒 高计必堕 此外 亲怨 苦乐 贤烈 及一切分别念 也都是无常的 生计必死 无论是任何人 即便他高如天空 力如霹雳 富如龙王 美如天仙 艳如彩虹 可是 当死亡 突然到来之时 他也没有 刹那的自由 只能赤身裸体 赤手空拳的 离开人间 只能在对财产 饮食 亲友 部署 弟子 仆从等 眷属 所有受用 依依不舍之中 抛下一切 就像 就像从 苏油中 抽出一根毛 般 独自而去 纵然是 数以千计僧人的上师 也不能带走 一僧一徒 即便是 数以万计部落的首领 也不能带走 一奴 一仆 哪怕是拥有 南瞻部州 一切财产的主人 也无法带走 一针一线 就连自己最为真爱 精心保护的身体 也必然要舍弃 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 身着绸缎 口饮茶酒 地处高位 美如天仙 但他们的身体死后 也只是一具尸体 东倒西歪的 放在那里 令人健而生畏 如米拉日巴尊者言 健而生畏之尸体 本为现在之身体 人死以后 他的尸体被绳子捆绑 用布漫遮盖 以土石垫铐 生前拥的碗 也被扣在他的枕边 无论活着时 是多么端严可爱 到那时 都将成为悲惨至极 令人发呕之处 以前在世时 躺在层蝶舒适的床上 身穿温暖高皮 头枕柔软皮毛 甚至睡觉醒后 稍有不适 也要翻来覆去 但死后 只是在身下垫上一块石头 或者草坯 头上布满灰尘 当今 有些一家之主认为 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的家人 或者挨饿受冻而死 或者被怨敌所毁 或者为大水溺死 因为现在 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和幸福等一切的一切 全部是依靠我才得到的 所以 他们绝不能没有我 可是 这些人死后 他们的亲人将其尸体火化 或投到水中 或者丢到尸陀林 之后便心安理得了 人在死亡的时候 只有自己 截然一身 孤独无助地 漂泊在中阴界 当时 所能依靠的 唯有正法 因此 从现在起 就必须一心一意 尽心尽力地 勤修正法 对以上道理 要反反复复思维 积极必尽 同样 一切积聚 终将散尽 这是自然规律 即使是统治南瞻部州的国王 也有沦落为乞丐的时候 许多人上半生 受用圆满 下半生 却因淡尽粮绝而饿死 有些人去年拥有数百头牦牛 但遭到大雪或其他灾难 今年沦为一贫如洗的乞丐 昨日是地位显赫 腰缠万贯的富翁 也有被仇敌毁得一无所剩 今天成为乞丐的 许许多多 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 足可说明 财产受用 不可能恒常拥有 一定要慷慨不失 对以上道理 我们要再三深思熟虑 和酒必分 一切聚合 终将分离 某地的大市场或大法会 虽然集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 最终也都会各奔东西 尽管现在我们中的师徒 主仆 师主福田 道友 兄弟 夫妻等 彼此慈爱 和睦相处 但最终无论如何 也无法不分离 如果突然遭到死亡或偶然性的恶缘 那么当下就会分道扬镳 这些都是没有固定性的 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 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各奔前程 所以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怒气冲冲 恶与重伤 争吵不休 甚至发生大打出手等现象 应当想到 大家不一定能够长期相处 很快就会分离 因此在极为短暂的岁月中 礼当互敬互爱 和平共处 如帕丹巴尊者这样说道 夫妻无常 犹如集市客 切莫恶与争吵当热网 堆济必倒 一切修契成的建筑 都将土崩瓦解 从前繁荣昌盛的村落及寺庙 都有贤德之事管理和住持 可是如今却只剩下一片废墟 而且已经变成了鸟窝雀巢 比如说 天子赤松德赞时期 由幻化工人修建 乌金第二佛莲花生大事开光的 桑椰三层宝顶宫殿 也因遭受火灾而毁于一旦 法王松赞干部时 如尊圣公般的红山宫殿 如今已片瓦不存 连基石也无影无踪了 我们对现在如同重学般的城市 住宅 寺庙等如此珍爱 丹酌又有什么用呢 而要追寻 嘎举派诸前辈大德的足迹 背井离乡 奔赴异地 居住严栋 与野兽朝夕相伴 将衣食名誉抛之脑后 最后彻底依止 嘎当四一处 也就是心依于法 法依于贫 贫依于死 死依于干涸之喝 对于以上道理 我们应当诚心诚意思索 观想 高际必堕 高高在上的地位 英勇无比的军队 也都不会长存 举个例子来说 我汝伦王是统治四大部州的金伦王 同时又主宰了三十三天 与帝氏天王平起平坐 在与阿修罗交战的沙场上 无往不胜 但最终他也是一落千丈 而在贪得无厌之中死去 如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可以发现 异国之君 宗派教主 及地方官员等 凡是有权有势 拥有高官厚禄的人 也没有一个能始终如一的 稳坐起位 去年为他人判刑的法官 也有今年锒当入狱 而成为阶下囚的 这种现象可谓屡见不鲜 无常的地位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们必须修成 无衰无退 人天应共 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对于以上道理 我们必须认真观想 深入思维 亲与愿也同样是无常的 从前 嘎达亚纳尊者前去化园 看到一位施主怀里抱着儿子 在津津有味的吃着鱼肉 并用石头击打正在啃骨头的母狗 尊者以神通观察 发现那条鱼原本是施主父亲的转世 那条母狗正是他母亲的转世 前世杀害自己的仇人 转生为他的儿子来偿还宿债 如此动晓之后 尊者说了这样的祭诵 寇时腹肉打其母 怀抱杀己之怨仇 妻子啃食丈夫骨 轮回之法 成稀有 今生今世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们 也有后来变成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互相交亲 情同意合 非同寻常 这种现象不在少数 相反 就算亲生父母 骨肉同胞 也有为微薄财产受用 而怀恨在心 进而互相残害的 即使是夫妻或亲属 也有因为暂时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反目成仇 甚至自相残杀 由此可见 无论是亲友还是怨敌 都是无常千变的 所以我们应当怀着慈悲的心肠 爱护所有的众生 苦与乐也是无常的 有些人上半生富裕快乐 下半生穷困潦倒 也有些人上半生痛苦不堪 而下半生幸福美满 还有些人上半生身为乞丐 而下半生变成国王等等 比如 米拉日巴尊者的伯父 上午为儿子迎娶新娘 而大白喜宴 下午房屋倒塌 而痛苦哀嚎 悲惨的情形 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然而不同的是 为了求法 尽管暂时历尽苦行 饱经沧桑 但终会苦尽甘来 最后将获得无上安乐 就像往昔出世的诸佛 以及米拉日巴尊者等前辈那样 有些人通过造罪而积累受用 虽然暂时获得了快乐 但终究会感受漫无边际的痛苦 例如 从前霓虹国家 最初七日天降梁氏雨 接着降了七天的衣服雨 之后又在七天中降下珍宝雨 最后降下土雨 使所有的人葬身土下 死后转生到恶趣 因此 对于无常的苦乐 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而应当将此生尘世的一切幸福受用 气如唾液 为了正法 甘心情愿地承受身体的苦行 及精神的磨难 追随佛陀及前辈大德们的足迹 对上述道理 我们要真心真意的思维 观修 好与坏 同样是无常的 从世间法方面来说 能言善辩 知识渊博 机智勇敢的人们 也有一败涂地的时候 此时 往期积累的福德 已经耗尽 思维颠倒 万事不顺 受人挖苦而暗自神伤 常常遭到别人欺误 以前仅有的少分功德 似乎全部荡尽 已是一无所有 与之相反 也有许多人 以前无有智慧 见识浅薄 往往被人贬为骗子 虚伪者 后来 当他们获得了财富 受用时 便赢得别人的信任 被看成是精明能干 见多识广之人 正如俗话所说的 脚者年老成主人 从初世间法方面而言 有这样的俗话 句证年老求学问 舍世年老积财物 法师年老成家长 许多人虽然上半生 是抛弃一切世间所事的舍世者 下半生却努力积聚财物 也有上半生是为人传法的阿舍离 下半生却成了猎人 窃贼或强盗 还有些上半生是持戒清净的戒师 下半生却自似成群 反之 有些人上半生违造恶业 下半生唯一修持正法 而获得成就 或者 即使没有获得成就 但也已经归入佛门 死后往生清净岔土 所以 现今的贤劣显现 可以说顺息万变 没有任何现象 是始终不渝 牢不可破的 可是 有些人 偶尔生起一点点 出离心和厌世心 只是装模作样的修行 似是而非的法 世间人也将他 看作是了不起的人物 后来 又有了施主和弟子 在足下恭敬鼎礼 这时 他们本人没有详细观察自相续 反而真的认为 我已如何如何了 以傲慢蒙地相续 内心飞扬浮躁 亦反常态 而认为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这种人 真正是 鬼迷心窍 着了魔 在尚未断除我职 没有生起 无我之智慧 获得圣者果位之前 贤劣的表象 都是无常的 所以 我们应当横时休息 死亡无常 审查自相续的过失 常常身居低位 升起厌世心 与初离心 三门寂静调柔 谨小甚微 观修一切 有违法 结为无常 思维轮回的痛苦 横时处于强烈的信心 和深深的厌离心之中 如米拉日巴尊者亲眼 无人山谷 沿洞中 横距出离 厌世心 上师乃为三世博 强烈坚信 永不离 我们也务必要依此而实地修行 否则 由于暂时的分别念是无常的 根本无法确定将来会变成怎样 从前有一人 由于密友成仇 众叛亲离 而步入佛门 经过一番修行 而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比丘 风心 风心获得自在 可以在虚空中飞行 有一天 他在共施石子时 集来了许多鸽子 此人心想 如果我有这样庞大的军队 就足能消灭那些敌人 由于当时的恶念没有转为盗用 导致他后来还俗成了军队首领 同样 暂时依靠粮食易有的助缘 使我们拥有了修法的时机 但是凡夫的想法 没有恒常可信的 所以应当夜以继日 勤奋修法 活到老 修到老 对于以上道理 一定要认真观想 深深思索 经过这番思维各种寓意 我们应该深信 上至三有之顶 下至无间地狱 无有丝毫 恒常稳固的 都是千变增减的本性 丁六 思维死缘无定 而修无常 我们南瞻不周的人 自从出生那一时刻起 就必定会走向死亡 但死的方式 死的因缘和死的时间 却决定不下来 即于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 以何因缘死亡 谁也不能确定 在这个世界上 生缘可谓少得可怜 而死缘却多如牛毛 如圣天论师说 死缘即众多 生缘即稀少 比亦成死缘 诸如火 水 毒 险地 野人 猛兽等等 所面临的死缘 多之又多 而生缘却微乎其微 而且自以为是生缘的衣食等 也有成为死缘的 食用有毒的食物 或者自认为是无毒食品 而抱着有力身体的希望来享用 可是也有变成毒物 或者发生不适应中毒 以至于成为死缘 这种现象频繁出现 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大多数人由于过分 贪爱荤腥食品 而肆无忌惮地享用血肉 因此似乎没有不染上 马敦病或下针病的 此外 由于饮食不当 患肿瘤 咸酚 水肿病 而成为死缘的 也不计其数 为了追求财富和名誉等 而奔赴沙场 或者遭遇凶猛野兽 随意渡水等 成为死缘的事情 不可胜数 正因为死缘各种各样 致使死期无法确定 有些在母胎中便已死亡 有些人刚刚出生就已断气 还有些人刚刚学会爬行 就已夭折 又有些人在壮年时离开人世 有些人在垂暮之年寿终正寝 有些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 有些人因为久病不遇 卧床不起 而在寿骨临巡中死去 并且死不瞑目 也有很多患了动特病的人 在食物还未吃完 话还未说完 事情还未做完中死去 还有些人自杀身亡 在以上数多的死缘之中 生缘却如风中残竹般力量微薄 也许现在死亡就会突然降临 谁也无法确定明天会不会转身为头上长脚的旁生 所以应当诚信四期不定 生处不定的道理 丁七 思维猛力需求而修无常 我们随时随地要唯一观修死亡 观想行 住 一切所为 都是此事最后的一次 口中也如此言说 心中也这样诚挚观修 如果去往其他地方 也想可能会客死他乡 而没有重返故土的机会 启程上路 或者在台阶上休息时 也想可能会死于此处 无论坐在何处 也都应观想可能会死在这里 晚上睡眠时也要想 今晚会死在睡觉的地方 明天不一定还活在人间 早晨起床时也要想 在今天当中 也许就会命绝身亡 今天晚上不一定 还有睡觉的机会 要发自内心情不自禁 唯独观修死亡 从前 嘎当派的格西们 在晚上睡觉之前 常常思维 不知道明天早晨 还用不用生活 因此 他们往往不盖火 并且将晚 也是倒扣放置 每时每刻心中都对死亡 有坚定不移的圣洁 我们要像他们那样 身体力行 仅仅仅修习死亡还不够 因为人在临终时 绝对有力的只有正法 所以我们必须横时不离 正知正念 深刻地认识到轮回的一切琐事 均无有横常 无有实质 时常督促自己 修持正法 本来身心的暂时组合 就是无常的 为此 不要将假和的身体 执着为我 所行的道路是无常的 一举手一投足 都要如理如法 般若涉颂中云 唯看一目恶 行走心不乱 身躯的处所是无常的 应当将它观想为净土 饮食受用是无常的 应当享用禅定的美食 躺卧睡眠是无常的 应当将迷乱修成光明境界 富有的珍宝是无常的 应当依靠圣者欺财 亲朋近临是无常的 应当欺身净处 激发出离 名誉地位是无常的 应当恒常身居地位 言谈话语是无常的 应当督促自己念咒诵经 信心出离也是无常的 应当为誓言得以稳固而精进 想法妄念 通通是无常的 应当具备贤善的人格 验相证悟是无常的 务必要制达法界禁地 到那时候 已经了脱生死 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有自在操纵死亡的把握 荣得无死的奸地 就像雄鹰熬翔在虚空中一样 死亡到来也无所畏惧 从此之后 无需修行 诚如米拉日巴尊者说 五出未死 复山中 数数观修 死无定 已过无死 本间地 此时远离死未惧 无等塔波仁波切 也亲口教诫我们道 开始的时候 害怕生死所追 务必像鹿子 逃出笼子一样 义无反顾 中间的时候 务必像农夫心情耕耘田地那样 做到死而无害 到了最后 要像大功告成的人一样 做到心安理得 也可以说 最初的时候 务必要像见众人的要害一样 认识到没有空闲 中期阶段 要像死了独子的母亲一样 专心致志地修行 最终 要像了达无所作为 如敌赶走木桶牛 在未生起如是定解之前 务必唯一观修 死亡无常 世尊也曾经口预言 这样暂平观修无常 多修无常 多修无常 以共诸佛 多修无常 得佛安慰 多修无常 得佛受计 多修无常 得佛加持 如众计中 相计为罪 佛教之内 所有修行 观修无常 贪为之罪 又如 如果想专心修行 一法 无常 最为重要 倘若修行 死亡无常 首先可以作为 进入佛法之音 中间可作为 勤修善法之源 最后作为 证悟诸法等性之助办 如果观修无常 并且能在 相计中 真正生起的人 起初可成为 求法之音 中间可作为 修法之源 最后 作为 证悟法性的助办 倘若修行无常 并且能在 相计中 生起无常观 则初始 可作为 幻甲精进之音 中间可作为 加行精进之源 最终可成为 无退 精进的助办 帕丹巴尊者 也曾经说过 如果相计中 升起了 无常观 最开始 可作为 步入正法的音 中间 可作为 精进的鞭子 最终 也能获得 光明法身 所以 相计中 如果没有 不加改造 而生起 无常观念 那么 仅仅在表面上 求求法 修修法 最终 只能成为 佛教有子的音 丹巴仁伯切又说 在西藏修行人当中 没有看见一个人 有死亡的念头 也没有发现 有一个人 遗留在世 身着僧衣的人 累积财产 难道是要供养 阎罗王吗 收藏一切 奇珍异宝 难道企图 暗地里 贿赂 阎罗族不成 目睹这些 西藏修行人 会让人 禁不住 仰天 哈哈大笑 谁具广文 我慢高 修行好者 积财宝 谁依近处 多散乱 谁离故乡 无羞愧 彼为形象修法者 彼等喜爱 造恶业 虽已见到他人死 然却不知 自将亡 此等一切诸过患 皆由未修 无常制 所以 观修无常 是开启一切 修行之门的前提条件 一句是向 伯多瓦格西 请求消除恶缘的窍诀 伯多瓦格西回答说 你应当屡屡思维 死无常 如果心中生起 必定死亡的唯一观念 那么 净除罪业也无有困难 奉行善法也无有困难 如若在此基础上 你能够常常修持 并在相续中 生起慈悲心 那么 利益友情 也不是难事 倘若在此基础上 在多多修行诸法 十项空性 而且在自相续中 已经生起 到那时 清静迷乱 也不会有困难 如果相续中 真正生起了无常观 那么 就一定能够彻底舍弃 对今生世间 一切事物的贪值 就像呕吐症患者 不愿取油食一样 我的至尊上师 如来牙尊者 也不止一次的说过 我无论看见世间 如何高贵 如何权威 如何富裕 如何俊美之人 也不会生起羡慕之心 而注重前辈 高僧大德的事迹 这就是因为 自己的相续中 生起了少许 无常观的缘故 我除了无常以外 也再没有其他 更殊胜的教言 传授给别人 那么在相续中 对无常升起定解的界限 是怎样的呢 应当像卡拉 共穷格西那样 格西在后葬的 绝魔卡拉山修行时 沿洞口 有一荆棘丛 常常挂到他的衣服 开始他想砍除 但转念一想 哎 我也许会死在此山洞中 也不知道是否再有出去的机会 还是将修行妙法放在首位 当他再次出洞的时候 又想 不知道能否再度返回这个山洞 而一直没有砍除荆棘丛 就这样 他连续在这个洞里 修行了多年 最后已经获得成就 可依然没有砍除荆棘丛 还有一个修无常观的表率 那就是驰名吴魏州尊者 驰名吴魏州尊者 有一个秋季七月沐浴的水池 没有阶梯 进入时很困难 弟子问 是否应在此修一阶梯 他回答 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在这里沐浴的机会 那么费事有什么用呢 他也常常教诫弟子修无常法 所以我们这些人在相续中 没有生起这样的定解之前 一定要在加行时发心 正行时千方百计调整自新 反正在相续中没有生起不加改造的无常观之前 就要修持 后行时已回向印持 务必要追寻圣者前辈的足迹 尽心尽力 勤奋努力修持 无常现前反而直常有 老年到来反而已为佑 我与如我邪念朱友情相续生起无常起加持 寿命无常之引导中